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来学习咳嗽与咳痰 咳嗽咳痰大家第一个要掌握它的病因 病因很简单 最常见的病因当然是护几道感染 老百姓都知道 护几道感染你就咳嗽咳痰是不是 这个很简单嘛 胸膜疾病 例如胸膜炎 自发细胸 胸腔穿之后也会有咳嗽 心血和心痛的疾病 会有瘀血 那么会不刺激 当然也有咳嗽 中日神经的心痛疾病 传达了咳嗽中枢的 你比如说 老毛爷 老毛爷 刺激了咳嗽中枢 当然也可以引起咳嗽 好了 SESD 口服 SESD 血管经常转换 美育SESD 大家都知道了 大概20%的病人吃了之后会有咳嗽 并且这种咳嗽 顽固性咳嗽 当难以缓解的时候 怎么样 给他RB制剂 血管经常转换美育SESD 是不是 我们知道内科学跟他讲过很多次了 这就可有其他因素因可嗽 还有 为食管缓溜币 大量的为内容 缓溜到气管中去 会导致咳嗽 所以这就是他的病因 第二个 坛业的性质 考过一次 坛业性质 大家注意了 不同类型坛业的性质 那么我们在内科学也跟他讲过 所以这次我跟他回忆 哎 内科学讲过的支持点 你必须说 铁锈是坛业 我们大家都知道 大业性会员 也就是会员联绩会员的贴质性坛业 黄绿是坛业 当然是绿农杆菌感染 现在不叫绿农杆菌了 现在叫铜绿甲胆菌 所以他的穷的甲胆菌特异性坛业 金黄色坛业 当然是金黄色葡萄绿菌感染引起 他常常还回应有什么 大量的农性坛业 好了 坛白联绸成达斯壮 那是真菌云坛业 这个比较少见 也没考到过 哎 万一考到了 大家有语言错 还有大量稀薄的坛业 降业坛业 那是包生病引起 混红车胖胖胆坛 大家都知道极心左心衰所致 转红车胶道远坛 哎 会员可以的被感觉会员 这我在内科学跟他抢调无数次 是不是 恶臭坛 眼睛感染引起 恶臭坛 你比如会弄中 眼睛感染引起的恶臭坛 好了 这些坛业的性质 很永远考到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掌握 这些性质 也是我们内科学 讲到会员的时候 怎么样 解体的关键 所以大家是把揭霍之后 内科学 以及诊探学 这个部分 一起把它搞定 好了 一二年就考到这个坛业的性质 大家看 会员科里面感觉会员的特定坛业是什么 转红车交通坛 所以正确答案未必 金黄石葡萄酒均坛坛 最关键栭坛坛坛 唉是什么 龙星雪石坛 或者是金黄石炭坛坛 龙星雪石坛也可以 好 打二个一 少量地铁锈石坛 那么这是会员酒坛 会员大益会员 黄绿色坛 大家注意不要打 金黄石葡萄酒坛去了 应该是什么 硅绿甲大毛菌 绿农桿菌 引起坛业 所以VBCD是四个坛业 特定坛业你都记住了 是不是 所以第二个打一项 应该打c 帮大家大碟